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转换焦点 看到的是名嘴朱学恒 他被指控在2022年的一场参序上 二度强吻台北市议员中佩军 但朱学恒却坚称自己无罪 而台北第一院今天判处他 一年两个月徒刑还可上诉 而朱学恒稍早也发出声明表示 他对于本案的诉讼之经 让他感到很失望 不过仍然是恒大的学习以及反思 未来会坦然面对 并且会争取透过司法途径 给自己一个清白 名嘴朱学恒去年六月卷入迷途风波 被台北市议员中佩军指控强吻 但朱学恒坚称无罪 台北地院经仍判他一年两个月徒刑 朱学恒在事件爆发后表示 2022年与中佩军等人聚会 但他走后断片 事后中佩军却要他写窃结书 承认有性骚扰行为 多次开庭朱学恒都坚称无罪 更反批中佩军等人 误导他写窃结书认错 媒体还大肆报道 让社会公审他 解放认为朱学恒态度嚣张 毫无悔意 谨请法官从众量刑 今日台北地院也依强制猥胁罪嫌 判朱学恒一年两个月徒刑 全案仍可上诉 面对判决朱学恒今日上午 也发出四点声明 说他感到失望 第一点朱学恒表示 起诉书内所引用的证误 部分节路不全 证人证术前后不一 但他申请调查 法院都拒绝 第二点从开庭到辩论终结 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中间还有过年 时间完全被压缩 第三点因为自己否认犯罪 法院就认定他有逃亡之余 限制出境 但这起案件明明就是他自己去告发的 第四点案件处理到今天 虽然他感到失望被污蔑 但人事学习与反思 之后也会争取透过司法途径 让自己洗刷冤屈 恢复清白 针对朱学恒被判刑一年两个月 钟佩军今天也有作出回应 他说今天的判决 恐怕还不是这场奋斗的终点 钟佩军透过媒体群组表示 事实只有一个 司法终有正义 他知道今天的判决恐怕还不是这场奋斗的终点 民事求偿他也会继续坚持 钟佩军表示 感谢大家的关心 希望这个小小胜利 能够给予所有受过委屈的灵魂勇气 以及希望 接着转换焦点 带大家来关心到的是 直播主晚安小鸡 日前在柬埔寨自导自演绑架案 被判刑两年 而他入狱一个月之后 从狱中有传出了手写信 给老婆爱婆 经过我们ETtoday独家披露 媒体大幅报导之后 有网友质疑说 这封家书的真谓 那对此呢 我们ETtoday也有独家采访到爱婆 他透露说 其实在这个家书中 常有着暗语 所以可以肯定这封家书是出自小鸡之手 爱婆在28号深夜 现身在一家咖啡厅中 脸上是非常的憔悴 她接受我们ETtoday独家访问时 手指还不停地扭在一起 看得出来是徐峰的狂恐 而且网友的攻击让她真的受不了 现在的她几乎可以说是射恐 无法面对人群 日前ETtoday揭露晚安小鸡的家书 不少网友都质疑真假 记者也再度跟爱婆确认 究竟是如何确认 这封信是来自小鸡之手 爱婆表示 在这封信中常有着暗语 所以她读过之后 就能够确定真的是小鸡的真机 记者追问到底暗语是什么 她回答说无法告知 因为如果暗语被识破 将来就无法辨认 讯息是真还是假 接下来让我们转换焦点 看到高雄以选非闻名的 七弦路电信大楼 是劳斯基们的胜地 而星星分局日前接获了检举 大楼内有一家美容会馆 疑似正在进行着违法的色情性交易 而经过探查搜证 高雄市专情队的执行搜索 现场立刻就查获了 一位负责人 两名工作人员 三名男客 以及女服务生两名 而且全部都是非法拘留的外籍女子 检方立刻就将八人带回警内调查 高雄以选非闻名的七弦路电信大楼 是劳斯基们的胜地 星星分局日前接获检举 大楼内一家美容会馆 已有违法色情性交易 经探查搜证 28日1点多 会同移民署高雄市专情队执行搜索 经了解 此美容会馆藏身在大楼内 对外宣称美容护肤 实则媒介小姐从事性交易 现场两名越南籍妇女服务生 却是非法拘留之外籍女子 检方令带回在场正在交易的三名男客 一级联系负责人及两名工作人员 两名女子后续依移民署高雄市专情队收容等候不遣犯 负责人等三人一刑罚妨害风化罪 依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持续关注台湾的社会焦点 绰号龙哥的黄姓男子自称霸道总裁 与杨姓的妻子共同经营传播公司 不过两个人却涉嫌囚禁一名19岁的女子 还强迫她签下了30万的本票 甚至命令员工轮番性侵 行径相当离谱 而检方去年依法将涉案的妻人起诉 法院将黄姓男子以及田姓 陈姓员工设有重嫌有串政之余 两度裁定眼牙 黄南在脸书自称霸道总裁 与妻子杨女共同从事酒店的传播经济 工地粗工的业务 而她在2022年11月间 透过抖音认识了当时 被收容在教养院的19岁女子小军 便假借介绍工作与她交往 又拐小军逃离机构 之后陆续安排她做台陪酒 工地粗工 新教义等工作 而直到2023年1月 黄南夫妻两人 以小军与员工搞暧昧 违反公司规定 进持震爆枪朝小军开枪 还逼迫她签了30万的本票 又安排她到工地工作 却被两人苛刻的只有拿到100-200元不等 晚上又继续陪酒 还命令田南 陈南 田姓少年等三人 轮番性情 黄南则在一旁拿着手机拍摄记录过程 夸张的是 小军拿到了客人给的15000元小费 被黄南得知之后 黄南竟然教唆员工凌虐小军 将生火烤 并且沾上辣椒酱 米酒 盐巴 在小卢的大腿以及小腿的部位 刺上婊子等字 把小军离诺到全身试伤 模样相当凄惨 而台中地院省卓 黄南嫌疑重大 有串政之鱼 再加上她所犯为最轻本型 5年以上的重罪 自2023年11月2日收押至今 本于今年2月羁押期慢 首度延长羁押后 今日又再度裁定 自4月2日起继续延长羁押两个月 而另外田南 陈信两名员工 同样犯涉犯5年以上重罪 虽然相关证人居饮结问完毕 但仍然可能会有串政之鱼 因此同样继续延长羁押